两岸头条天天有料 大家好 我是帅兵 今天是2021年6月22号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美赠台新冠肺炎疫苗外交部国台办回应 台陆委会就香港特区政府暂停香港驻台机构进行攻击 国台办香港特区政府回应 台驻港人员拒签一中承诺书 美国扬言会与台湾站一起 民进党公然支持 台湾地区后续不会再从美国8000万剂疫苗捐赠计划中分配到疫苗 美赠台疫苗科文哲讽刺是安家费 蔡英文改口称7月打台湾资产疫苗只是一个目标 台湾所谓友邦巴拉圭预购100万剂台湾产疫苗遭台湾网友质疑 好 下面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先21号主持例行记者会 美国向台湾捐赠的250万剂新冠肺炎疫苗已经运抵 中方是否认为此举是挑衅行为 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先表示 大陆和台湾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 我们对广大台湾同胞面临的严峻疫情感同身受 一直明确表示愿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尽快渡过难关 然而 面对大陆的善意和广大台湾同胞期盼使用大陆疫苗的急迫心情 民进党当局百般阻挠大陆疫苗书台 甚至谎称大陆阻碍其采购疫苗 民进党当局为了自己的政治私利 持续在抗疫合作上大搞政治操弄 这是对台湾同胞生命健康的漠视 有违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 赵立先强调 中方一贯支持抗疫合作并为此做出积极努力 我们敦促美方不要借疫苗援助搞政治操弄干涉中国内政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1号就涉台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 美国近日向台湾提供一批新冠病毒疫苗 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马晓光表示 台湾此轮疫情肆虐已经一个多月 严重危及广大台湾同胞生命健康安全 截至6月21号 台湾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14,080例 死亡569例 染疫死亡率超过4% 目前岛内疫苗接种率仅约6% 我们对当前台湾疫情和广大台湾同胞生命健康安全十分忧虑 多次表示 愿尽最大努力协助广大台湾同胞战胜疫情 让广大台湾同胞尽快有疫苗可用 愿意提供被世界卫生组织纳入全球紧急使用清单的大陆疫苗 或上海复兴医药集团参与研发和代理的德国BNT疫苗 上海江苏福建的民间机构还宣布要为岛内捐赠一批疫苗 马晓光指出 我们希望看到病院积极协助广大台湾同胞早日战胜疫情 但遗憾的是民进党当局却大搞政治防疫 无视岛内民众生命健康 无视大陆善意将疫苗赋予政治颜色 不断顽固进行政治操弄 延续制造两岸对抗的政治戏码 广大台湾同胞仍无法从大陆得到安全 有效和足量的疫苗 岛内有效防疫的宝贵时间一再流失 利用疫苗搞政治 就是对广大台湾民众生命健康的极端不负责任 和无端枪害 有记者问 台湾陆委会21号再次就香港特区政府 暂停香港驻台机构进行攻击 还以民主自由为旗号 为其乱港谋独辩护 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马晓光表示 我们已就民进党当局 妄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 暂停在台机构运作式表明严正立场 我们要再次指出 台驻港机构理所当然 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基础上开展活动 理所当然 必须遵守香港特区基本法和有关法律 台驻港机构在香港修理风波等事件中的乱港言行 是掩盖不了的 民进党当局再次攻击抹黑一国两制 只能暴露其驻港机构所作所为的政治企图 马晓光质问 民进党当局在岛内打压一己 钳制言论 欺骗民众 操控舆论 为达政治目的 不惜以卑劣手段进行各种政治操弄 有何资格和脸面谈民主自由 有何勇气以民主卫士自我标榜 正告民进党当局断了勾结外部势力谋独的幻想 立即停止各种假援港争乱港的行径 据香港文汇网报道 针对台湾陆委会21号宣称 调整香港办事处业务办理方式 陆委会主委邱泰三更妄指责 港府设置政治障碍目的是矮化 台方拒绝接受 香港特区政府作出回应 表示坚决反对台方就香港所做出的 本末倒置混淆是非的言行 特区政府强调 香港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特区政府一直严格按照基本法 一个中国原则 即中央政府处理香港涉台问题的基本原则 和政策处理涉台事务 包括台湾在香港机构及人员的相关事宜 特区政府表示 近年台方多次粗暴干预香港事务 当中 台方推出所谓远港项目 单方面在台港经济文化合作测进会下 设立所谓的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 并多次强调会为暴力示威者 及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犯罪分子提供支援 对此 特区政府表示极度愤怒和遗憾 台方的挑衅行径 与促进港台两地交流合作的原意 背道而驰 亦不符合测进会成立的初衷 台方的行径 对港台关系造成无可弥补的伤害 责任全在台方 特区政府指出 有关非本地人士申请来港流港工作事宜 入境事务处按香港法律实施出入境管制 特区政府不会评论个别个案或公开个别个案的资料 入境事务处在处理美宗申请的时候 会按照相关法律和政策 并充分考虑个案的实际情况后 才决定批准或拒绝申请 台北正式驻香港人员仅剩下一人 且签注7月底到期民进党当局就此对大陆妄言攻击 据台湾官方通讯社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21号扬言 美方会与台湾站在一起 致力深化所谓的美台关系 普莱斯鼓吹说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坚弱磐石 在拜登政府执政这段期间可以看到 美方致力深化与台湾的关系 他还宣称 美国已经展现想与台湾建立的伙伴关系 国务院近期公布的新版交往准则 也让美国行政部门清楚知道 在关乎台湾的议题上 如何施行美国的一中政策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1号强调 台驻港机构理所当然 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基础上开展活动 理所当然必须遵守香港特区基本法和有关法律 台驻港机构在香港修例风波等事件中的乱港言行 是掩盖不了的 民进党当局再次攻击抹黑一国两制 只能暴露其驻港机构所作所为的政治企图 针对美台勾连恶行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明确指出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台官方往来 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止与台湾进行一切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 停止提升美台实质关系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严重损害 任何斜阳自重 妄图破坏两岸关系的图谋和行径 注定不会得逞 针对香港特区政府暂停香港驻台机构一事 据台湾官方通讯社报道 民进党表示全力支持驻港人员 希望岛内民众共同支持第一线辛苦的工作人员 并谴责大陆破坏两岸关系 民进党21号晚间称 香港政府已签署一中承诺书 焕发工作签证的要求 是意图矮化所谓的台湾主权 民进党还表示 以准备妥善将进行驻港机构业务调整 维持必要的功能 未来协助港人与在港台人的服务也将持续 此前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就曾对此问题表示 中国香港特区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交往 当然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基础上进行 台驻港机构当然必须遵守 香港特区基本法和有关法律 当然不能有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任何言行 我们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按照基本法和中央政府 关于处理香港涉台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政策处理涉台事务 坚决支持恶阻台独和反制民进党当局 插手香港事务的正当行为 据台湾官方通讯社报道 白宫21号公布第二批 5500万剂新冠疫苗海外分配的计划 台湾地区虽然在列 但是据了解20号抵台的250万剂疫苗 包含台湾首批分道的75万剂 及第二批分道的175万剂 以及台湾地区后续不会再从美国 8000万剂疫苗捐赠计划当中分配到疫苗 美国总统拜登5月宣布将释出 8000万剂新冠肺炎疫苗到海外协助他国抗疫 白宫6月3号宣布首批2500万剂疫苗释出的细节 21号则公布了剩余5500万剂的分配计划 对此台湾所谓的驻美代表肖美琴表示 有一部分确实是台湾方面争取 将第二波配额早一点提供应急 那至于后面的全球援助该如何分配 美方会使全球疫情变化和需求 随时做动态的评估 至于会不会持续向美国争取捐赠台湾疫苗 小美琴表示会依照台当局的指示来办理 另一据报道 针对网传美国赠台250万剂疫苗疑似与军购案有关的讯息 台湾防务部门21号晚间表示 属于无稽之谈 毫不相干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21号赴台北市议会备询 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质询疫苗议题时问 台湾是否是疫苗乞丐 对于美国宣赠台湾的250万剂莫德纳疫苗 是否应该表达感谢 柯文哲表示 这也是差不多而已 他同时讽刺美国 当你小弟给点安家费也是应该的 罗志强表示 亚洲四小龙的疫苗接种率台湾仅6.1% 净赔莫作 远远输给新加坡的47.3% 韩国的27.5% 以及香港的25.5% 台湾根本就是疫苗乞丐 批评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应该要感到羞愧 柯文哲则表示 全世界已经打了25亿剂疫苗 台湾买不到 无法相信 罗志强问 美国赠台湾的250万剂疫苗底台 台湾是否应该表示感谢呢 柯文哲先是称 差不多而已 有给还是感谢 但又再呛美方 当你小弟给点安家费 也是应该的 罗志强再问柯文哲 现在民进党当局开始努力 要疫苗背后主要的推手 到底是谁 柯文哲称 是因为自己日前呛美方 萊猪也吃了 军火也买了 罗志强则表示 应该是因鸿海创办人 郭台铭出手要买500万剂 才让蔡英文动了起来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日前在台湾高端疫苗 第二期临床实验未解盲前 对外宣称可望在7月底开始第一波施打 遭到质疑为自产疫苗护航 蔡英文21号亲上火线改口称 他之前的说法只是一个目标 没有说一定要在什么时候打 据报道 蔡英文5月13号 于台当局高层会议后发表谈话表示 台湾自产疫苗研发 已经进入临床试验第二期收尾工作 预计在7月底可以开始供应第一波疫苗 5月18号 他在视察疫情指挥中心时 也表示 判7月底前供应第一波自产疫苗 5月19号 他在听许台当局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苏贞昌 和防疫指挥官陈时中报告疫情之后 在社交账号发文称 自产疫苗也渴望在7月底开始第一波施打 不过当时高端二期临床试验尚未解盲 台湾学者陈培哲公开批评 自产疫苗审查的最大困难 就在于蔡英文自己 因为蔡英文已经讲了7月底要打自产疫苗 蔡英文21号接受台媒的专访 当被问到自产疫苗仪式时 他改口说这只是一个目标 没有说一定要在什么时候打 并称先前他提到资产疫苗时尚未解盲 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只是希望在7月底有第一波供货 据台媒援引美联社的报道 台当局所谓的友邦巴拉圭 16号已和台湾联亚生技公司合作研发 新冠疫苗的美国公司签约 购买100万剂UB612疫苗 一旦台当局授权紧急使用 联亚UB612疫苗巴拉圭也会紧急授权 美国公司就会出货给巴拉圭 报道称在巴拉圭政府16号签署购买100万剂 联亚UB612疫苗的仪式上 台当局所谓驻巴拉圭代表也有出席 报道称UB612疫苗预计今年夏天稍晚出货给巴拉圭 报道提及UB612疫苗已在台湾完成大规模二期临床试验 不久将在印度进行第二和第三阶段的试验 对此消息 不少台湾网友质疑 买的钱还不知是谁给的 为何没有提到卖价呢 是台湾人自己的纳税钱吗 也有网友讽刺 用我们援助的钱来买联亚疫苗 感觉怪怪的 更有网友直言 疑云重重是买的还是送来打广告的呢 好 以上就是今天两条头条 全部内容 我是帅兵 再见